这是日军指挥部的地图 你看仔细了 孙先生 请吧 好 好看吗 好看 问了一下价钱五块大洋 咱们可买不起 穿着吧 毕竟都是娘家人 不要钱了 再说 打着买衣服的幌子来到这里 不买点东西 总是不像话吧 大洋 别怕了 都大洋 你说 你告诉我 你说嘛 你告诉我 我们俩到底谁好 铁大姑娘 你就饶了南吧 行不行啊 南又不是南队长 南都知道 他觉得你们俩谁好呢 你这样 他比南了解南队长 你问他 喂 三胡 你别装睡 你说 我好还是理性就好 你说呀 铁姑娘 这 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回答你啊 你就说我们俩谁好 谁跟你们队长更配 我觉着 你们俩都配 小四川 你别笑 你说 我跟李金短 谁好不忠意更配 我说话 那 那你说 你们俩个拉个派 你姐 姐拉个派嘛 大小姐 这种事你就别难为他们了 那你说 你告诉我 我们俩谁跟吴忠意更配 我说 那吴忠意这满肚子花花肠子 哪是我这种正经人 猜得出来的呀 吕修文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怎么了 我看你才花花肠子呢 我什么时候花花肠子呢 我什么时候花花肠子呢 我回了 李医生 你这打扮得也太漂亮了 一点也不像土拔路啊 吴忠意 你个骗子 你不是说你带他去研究工作去了吗你啊 你们俩工作你给他买这么净贵的旗袍 这么净贵的料子啊你啊 你说 你们俩干啥去了 你给我个解释 你给我们大家个解释 真是好料子 就这料子 在我们国军 那也得是团长以上级别的太太 才能穿得起 你说我你别添乱了 我说错了吗 大小姐 你见多识广 你说说 漂亮漂亮 忠意 我先去把衣服换了 你给我站住 穿这么漂亮你换什么衣服啊 多占也不让大家都看看嘛 铁莲花你闹够了没有 我们是去工作 到旗袍店买件旗袍 周震到处是探子 你不知道吗 你不是一直说经费紧张吗 经费紧张你哪能买这么金贵的旗袍 这都是工作需要啊 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 哪天工作需要 你扮成玉皇大帝 你还给它整成王母娘娘了 铁姑娘说得没错 如果是工作需要我扮成王母娘娘 我还就得扮成王母娘娘 我们是八路军的队伍 部队有部队的纪律 无论我喜不喜欢 工作就是工作 工作对吗 工作对吗 adura这样 你 counties过去 你们都谁招他了 你管他 到 Bono 这么一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舟老鼠的游戏 就要开始了 修文 李修文 怎么呢 吴队长 有何指示 你帮我看看 至今的司令部 有没有什么防守上的漏洞 有 说 下水道 你五中一要是老鼠 从这下水道钻进去 一口不就把鬼子咬死了 说正事 这有什么可看的 鬼子要都缩在里面 那就没有漏洞 要是把鬼子的兵力调出来 那就有漏洞 而且你还没骗 distingu 只有一只 takes 你还没骗 就让她吵过 tie 臭 要是两只咨厍那四十三 你还不是好 来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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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换个口味 不吃烙饼了 吃白面馒头 吴大哥穿成这样 俺都不敢认了 喜念 你忙你的 我们谈点事 待会儿趁热吃啊 前田现在肯定奉用严令 保护着牧村旅 我们想把前田 从牧村旅身边调开 想一办的法子 肯定是行不通的 只有打小泉的主意 只是这个小泉 作为日军的司令官 身边的护卫一定不少 从他身上想办法 伤亡恐怕会很大 那我们要是搞夜袭呢 雷子肯定会防备着我们的夜袭 夜袭的话 说不定 珍重他们的圈套 有没有办法 把牧村里引出来 在外面动手呢 引牧村里 只是对牧村里这个人 一无所知啊 伍仲义 我就说你只会一些偷鸡摸狗的招数 和敌人正面对决 你没招了吧 哎 少说风凉话 有能的你出一个 就是 有本事你想个主意啊 风凉话谁不会说 女儿啊 过来 过来 来 女儿啊 来来来来 咋了嘛 这一大早抄着 要整白棉墨 说是要给巫工队 盖上获释 用了咱家多少面啊 逞了没有啊 俺还没有说你了 你 咋都摔上帘子了 叫俺来就说这 不是不是 俺是说呀 那墨都给他们了 你仔细肯定以后都没有迟 爹给你藏了几个 好 爹 俺以后 你自己留着吃 你又傻了呀 给他们短过去 他们还能剩下 人家一个都没吃 都没吃 为啥来 这可是白棉墨呀 你以为人家都像你呀 人家在开会呢 谈正经事 哪过得上吃饭呀 开会开会 神秘兮兮兮了 出了啥事了啊 你咋知道 啥 那你都不知道 你郑田为他们 冲造梦倒弯 这 还是没有拿你当子机认哪 啥事都不告诉你 你胡说啥呀 人家八路 俺们八路是有纪律的 不是啥事都可以随便告诉别人 以俺看呐 还是那你当外人呐 俺不跟你说了 等 等 等 你刚才说啥来 说短过去的梦 他们都没有吃 咋啦 咋啦 短过来呀 俺吃啊 俺还没有设得吃来 人家现在不吃 开会还不吃呀 不用吃 他们开会闹革命 不用吃饭 你 你去不去啊 你要不去 俺去 不许去 你 不许去 好 好好好好 拿着啊 爹 你也吃 安不吃 你吃吧 吃 你也担心 不出 den 拿着 你吃 你吃 他吃 你吃 啥 他吃 他吃 也吃 看 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 根据弟的命令 是不惜一切代价刺杀木村吕 本身已经预料到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你一个人都不想牺牲 这个任务怎么完成 木村君 请 怎么 小泉司令官不在吗 小泉司令官出席视察防务了 他命令我好好地招待木村君 并虚心地向木村君请教 前天君过奖了 那这样的话 我就不必客气了 走走 关于你们防区的资料 我已经翻阅过了 我认为 你和小泉司令官在指挥上 存在着严重的失误 木村君 我不知道错在哪里 还是请木村君 坦诚地指出来吧 怎么 那 潜天君不服气吗 在我们防区 同国军和八路都有交战 虽然有一些小的挫折 但取得的胜利更多 那我想请教 潜天君 追击八路军的主力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我听说大扫荡的计划 是木村君向大本营提议的吧 没错 这的确是我的建议 但是 在我看来 把八路军 从他们的根据地中赶出去 你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可为什么 还要浪费军力 继续追击呢 木村君 如果不消灭八路的主力 那算是胜利吗 双方交战 自然是消灭敌人的有胜力量 难道要放了他们不成吗 不知道潜天君有没有下过象棋 当然下过 那请问潜天君 如果我们把这场战役 当成一盘棋局的话 你说是吃掉对方的棋子重要 还是把对方僵死更重要 木村君 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象棋的规则我自然懂得 还是有什么请木村君就直接说出来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是 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谁牺牲了 大家都会很难过 但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总之 只要舍得牺牲 这个任务 还怕完不成吗 我不是你们八路军 但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 我吕修文不怕牺牲 小四川也不怕 是不是 要牺牲你且牺牲的 反正我不得牺牲 我老娘还在抱怨我的 我撒更多的敌人 你个兔崽子 又给老子丢人是不是 老娘 咱们都是朝夕相处的战友 每个人的生命 都比鬼子的命要尽贵得多 吴中意 此不长兵啊 牧村吕这个人我是知道的 他制定过的一些作战计划 非常令人惊叹 如果不能杀了他 如果不能杀他 以后会有更多的人 因为这个人而牺牲 今天我们几十个人流血 是为了将来几千人 几万个人少流血 不惜一切代价 此尚不存旅 前天军 我们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作战 中国地方那么大 他们有那么多的人口 可以说他们的兵源 是源源不断的 可是中国的部队 尤其是八路军 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是什么 请牧村军多多指教 穷 穷 八路军 辛辛苦苦建立起根据地 然后在他们的根据地里 修建军工厂 棉服厂 可是我们皇军一去扫荡 这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可是 我们只想着消灭他们的士兵 他们有那么多的人 你打死他们的一百万 将会有两百万人冒出来 杀得完吗 牧村军指点的 有道理 当然了 我们在交战当中 还是要杀掉他们的士兵 尤其是那些训练有素的老兵 因为他们会对我们皇军造成很大的伤害 可是 把过多的军力 过多的资源 浪费在 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上 那就得不偿失了 八路军的人是无限的 但是他们的钱是有限的 我们想要集中兵力 摧毁他 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 只有那样 他们才能越打越穷 就算他们招募再多的农兵 也是耗费自己的资源 终有一日 将会不战自败 牧村军 可是八路军经常派出兵力 到我们方区内进行破坏和骚扰 那我们怎么办 八路军派出部队 来破坏和骚扰我们的防区 他们的真正用意 就是让你们浪费精力 来追捕他们 好让他们有时间休养生息 可是我们也组织过追捕 都被破坏了是吗 所以啊 这就更能说明 他们不想让我们来 破坏他们的根据地 前天军 你 千万不要被他们分散了注意力 我明白 多谢牧村军的指点 不过关于进攻的问题 我还要请牧村军多多指教 我是研究大战略的 像这样细节的问题 还是由前天军自己来斟酌吧 小四川 打 给根据地发报 向根据地请示 我们即将袭击日军指挥部 请根据地予以战术上的配合 是 记住 用之前的那套密电码发 之前那个密电码 根据被鬼子给翻译出来的嘛 如果我们还是用那个旧的密电码 那我们的行动 不是鬼子都晓得了 让你发你就发 哪那么多废话 我现在跟八路军似一条心的 我要提出报告的意见 没事 发 咋个莫名其妙的 这叫顾部一阵 你个蠢货 有 报 你看看 我终于来的电报 有什么蹊跷 他用的是 以前的那套密电码发过来的 这小子 又在给小鬼子下套子了 咱们怎么回啊 就回复说 从其他的其道得知 小泉 不在日军司令部 让他查明地点 对小泉执行 斩首行动 好的 工程哥 强 这碳酒 是我朋友送来的上好的山西分酒 有些年头了 我始终没舍得喝 既然工程阁下是好酒之人 那么今天我就把它拿出来 咱们共同品尝 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铁丧 你太客气了 我在你这里已经品尝过不晓得好酒了 分酒 不过我也是九文其名啊 是啊 今天真的是要 多谢天赞 别别别别 别 千万别这样 千万别这样 工程阁下 自从你来到矿局以后 皇军对我是非常的器重 我感性还来不及呢 你不用这么说 天赞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忠臣的朋友 器重你是应该的 那赶紧的话我就不说了 来 咱们共同举杯 一起庆贺吧 庆贺行吗 庆贺 庆贺咱们 皇军们和矿区 如今能够京城合作 天公主 出事了 没看工程阁下在这儿吗 你大呼小叫的 什么事 无法 你问问他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有个兄弟巡逻 碰上了八路的探子 上去问话 结果被打伤了 探子 八路探子 他要干什么 好像是在查探咱们的防卫情况 去 继续监视 好 你看看没 工程阁下 这可不好了 上次暴动就是拔路搞的鬼 你看咱们刚过两天消停日子 这不又看矿区恢复生产了吗 又来捣乱了 街上不要担心 既然我来到了这里 就不会让上次的事情重演 我和大本营的许多高级官员 私交很好 我会让他们发布命令 派兵保护这里的安全 太好了 工程阁下 您就是矿区的一根定海神针 有您在 拔路都翻不起什么大浪来 来 喝酒吧 咱们 报告 前定阁下 我有重要的军情向您禀报 什么军情 据我手下的弟兄们报告 这几天有几个奇怪的人 总在几座炮楼外面瞎拽悠 等弟兄们追出去一看 这些人又都没有了踪影 我怀疑 是土拔路在打这几座炮楼的主意 你确定 阁下 这种事哪敢确定啊 只是 这土拔路吸击过咱们的炮楼 是吧 他们总是贼心不死 我既然发现了苗头 我总得向您报告不是 万一拔路打过来 咱们也好有个准备 别用心 陈丧 你做得对 今后凡是涉及到 八路的异常举动 都要及时地上报 一定 一定 报告 什么事 报告 接过两封八路举动一定 陈丧 你先回去吧 布置好防务 你反应的情况 我会核实的 阁下您忙 属下告退 大魁 怎么样了 好了 其他人呢 好了 罗免好了 把货点上 电话 撤 撤 快 既然是 给动家 去吧 田同家 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可怕委屈咋找啊 郑田门在这儿舞里啊 俺都快发妹了 你看看啊 那呛交有两个蚂蚁舞 扔点免息也下去吧 每次出来五十多个蚂蚁 那鬼子后边有三个植竹 拜天不来万上来 那木镯子一共有 三百四十八条温路 俺都快撑撤武力的老咬心了 田同家 这大冬天的 哪来的又是蚂蚁又是蜘蛛的 你的感受我心里都明白 这段时间太忙也没腾出空来 好好跟你道个歉 也道个歉 谢谢你为大局做出的一切 歉就不用了 那 那不定用啊 那跟俺说说 啥时候放俺出去啊 爹 吴大哥 你咋来了 爹 是不是你把吴大哥拽进来的 哪有啊 你可 不是你是谁啊 我跟你说呀 吴大哥有好多事要忙呢 你就别添乱了程伯 吴大哥 吴先生 是我专门来找你爹的 我来谢谢他为我们做出的牺牲 你挺挺 你挺挺 人家吴长官都来谢安了 看看人家这态度 还转门来谢安 就是你 隆重的小鸟啊 爹 就您的身把还小鸟啊 俺借你八段翅膀 你非给俺看看 你挺挺 你挺挺 这丫头累死你 田农家 您再忍耐一阵 您的安全也是喜妮的安全 我保证 等我们完成了任务 我一定设法带你出去 真的呀 真的 那种 吴不齐全都走出去了 鬼子要应付 恐怕也会弄得印头转向 队长哪儿还是没弄明白 都哪吴不过 我也只琢磨出铁路那一步 和我爹那一步 其他的是什么 我说你刘老口 一天到夜中的是啥子 夸嘻嘻嘻 那肯定还有那个 共打自军指挥部 和刺杀修却这两步生 第二步是给我发的 给我嘴清楚 那还有一步呢 我就是啊 还有一步 那这个要问话吴队长老 我再重复一下 一共是五步棋 矿区一步 车站一步 指挥部一步 小泉一步 还有一步 是委托陈祖寿下的 阳工炮楼 队长 南这个脑壳都 都想蒙了 南估计 鬼子肯定应付不了 刺杀小泉司令官是个计划 攻打司令部又是一个计划 矿区那边 工程军向司令部施压 是非派兵不可 还有炮楼也要防范 车站也要重兵防守 这是八路暴露的五个计划 你觉得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 六个计划 对 也许五个计划全部都是假的 把陆军另有目标 这样做是扰乱我们的视线 这样一来我们的兵力就远远不够了 千天军 这既然是一团乱麻 那我们就应该把线头找出来 怎么着 牧村军请赐教 千天军应该站在八路军的角度上 来想一想 他们的真正目的 到底是什么 矿山 破坏矿区 就是破坏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略物资储备 虽然这个答案不正确 但是只能体现出 千天军你的见识 不是这个 难道是小泉司令官 也不对 他们想要刺杀小泉司令官 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 而且 他们用密电码 来讨论这个事情 肯定会猜到 我们会破译他们的密电 可是八路并不知道 我们已经破译他们的密电了 这样一来 我们又弄不清是真是假了 千天军 你已经接近了答案 可为什么又走偏了呢 接近了答案 难道八路的目标是牧村军 可是牧村军的行踪是绝密的 我的行踪是绝密的 可是千天军在车站迎接我的时候 摆出那么大的阵仗 只要八路军他们不是傻瓜 都能知道 这次来的人物 肯定是有足够分量的 而且我又住进了指挥所 小泉司令官又出去视察防务 他们都会猜测出 是小泉司令官把指挥所 让给我来住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 其他的计划 可以在其他的时间来进行 可唯独只有攻打指挥部 进行斩首行动这个计划 只有在这个时候来进行 那我们就按兵不动 保护好牧村军就够了 该动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动一动的 让八路军费尽心机 却发现自己钻进了一个圈套的 这样 岂不是更有乐趣 各方面的情况会走得怎么样了 车站那边一切照常 没有任何动静 看来车站这部虚招 没能瞒过鬼子 真要打车站 会莫名其妙地派几个人 把铁轨炸了吗 鬼子又没那么傻 当然猜得到 我爹说 矿区鬼子派了部队去 加强了防务 矿区这部棋 是最难被识破的一步了 他亲耳听到了工程英雄 向鬼子的大本营求援 所以也有可能是 鬼子奉了大本营的命令 不得不派兵去呢 让鬼子兵分两路就是成功 其他方面呢 请就 炮楼那边陈祖寿说 鬼子只是让伪军加强防卫 没有派兵的意思 这部棋 没能瞒过鬼子 前田在哪儿 他还是守在木屯绿的旁边 像 Χ 你带一部分铁大当家那边的人 先去大小学 怎么又改变计划了 我要再探探鬼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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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报告司令官队下 我们遭到敌军的攻击 有多少敌军 看不清楚状况 但敌人的火力十分的猛烈 快 向指挥部发报 让齐勒军率队前来前远 是 这鬼子的攻势 修得更乌龟壳似的 咱们躲在这儿放枪 那不像浪费子弹吗 别着急啊刘二哥 咱这叫引蛇出洞 声势造得越大越好 瞧好了 招呼起来 好 清江 别送了 我和大亏他们先出发了 记住了 一定要按计划行动 好的 忠义等等 千万要小心 我知道 你锁了我走 你 铁大小姐 你怎么走路不看人呢 我 就是 你等那么大个牛猿情 你瞎死我 你说人牛猿呢 你说人猿啊你 你瞎死你 不是 你从我们两个发火爪子 是你们撞了我 你们惹了孤奶奶知道吗 等等 我们俩可没着本事 惹大小姐生气 是吴忠义吧 不配 瞎说 让我想想啊 一定是你看到吴忠义 跟李清九甜甜蜜蜜的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吴忠义就是见一个爱一个 你怎么不信呢 李小伟 我告诉你啊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怎么样 我猜中了吧 就是这么回事 不过我说句实话啊 铁姑娘说 你们三个人的事情呢 你说 我们都不应该说啥子 但是 我小四川 要给你提过心 你说你一天到晚那么凶 我 这人家舞队上咋扣了喜怀起来 是不是 你要学会儿黎医生 中医 我 中医 闻着 闻着你 小四川 你 打死你 打死你 打 你老子狠狠地打 谁让这小子嘴这么近 不知道八路何时发起进攻 我都想看看 他们真正目标是什么 快了 我在这儿待不了几天 如果他们有行动的话 也应该趁这个时候 报告 小泉司令官几点 怎么了 清天局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泉司令官遭到八路的袭击 奠定我立刻支援 什么 那 难道我的猜测是错误的 他们刺杀我 只不过是打了一个幌子 而他们的真正目标 是要刺杀小泉司令官 对不起 牟村君 我要马上去救小泉司令官 等等 清天君 先把事情弄清楚 可是小泉司令官那边的情况 十分笔记啊 可我总是觉得 他们的真正目标 不是小泉司令官 小泉司令官是这里最高的长官 万一他出了事 小泉司令官自然是需要救援的 可是 如果我们要是去了 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我的话 岂不是上了他们的当吗 牟村君认为 究竟该怎么办呢 这样 我假扮成 你手下的士兵跟你一起去 这样 八路君就不会发现 即使他们的目标是我 也只会扑个空 牟村君 这个办法好 那就赶快换装吧 是 牟大哥 人都走了 可以行动了吧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大家都等不及了 服从指挥 你 你是不是见你 是的 看来指挥部里的鬼子 差不多都一天走了 等鬼子走远了 我们就上 队长 鬼子虽然人少 可是咱不知道牟村里藏哪儿来 一会儿就知道了 咋知道 一会儿炸咬包一炸 那些保护牟村里的鬼子 往哪儿跑 牟村里就在呢 再看見 採测军远向前行 胸胸烈火一大地 铁德新城 頂岛四墙 无人能阻挡 修起昨日的惆怅 穿上忠心的军装 往向远方 战火滚烫 绝不能退让 一生中生活 铁狂奔的老 胜利是唯一方向 无前方 有多少风浪 无灭我的信仰 无妙山遍遍到故乡 奈何柴狼大乘杀 当年权铁 环奥斗远 赵家远风雪 一生风霜黄铁狂奔的老 胜利是不为你方向 无故前方 有多少风浪 不变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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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我站起来 能我站起来 不变我的爱 能我站起来 只能我生意奔放 不再留 走 走 藍家 直斗 六岑 三次 辻 精英 百川